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说毛泽东大传 从今天起 我们说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另一件 事关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 那就是与张国焘绝类 1960年 斯诺又来到了中国 来到了新中国 见到了这个新中国的缔造者 他久违了的毛主席 老有重逢 有说不完的话 期间斯诺就问过毛主席这样一个问题 说你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是什么时候 毛主席似乎是不假思索 他告诉斯诺 红军长征时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 是南下还是北上之争的时候 因为 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 和红军之战员的命运 那是我觉得最黑暗的时候 从主席的这个回答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长征途中 四方民居会师之后 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 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分量 就能看出最后毛主席 毅然决然与张国焘决裂 这个 抉择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 我们从头说 昨天我们说了小林彪起草 这个飞多卢定桥的这个电报 那么呢 过了卢定桥之后 红军 中央红军 继续北上 35年的6月8号 中共中央和中国军委 发出了一个指示 这个指示的标题叫 为达到一四方面军 会合的战略指示 那么这指示中就说 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 不顾一切困难 取得与四方面军 直接会合 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 突破庐山 保兴之线 首帝 夺取茂攻 控制小金川 刘玉 可见当时 可见当时 与四方面军会师 这在当时的中共中央 和红一方面军 和红一方面军 或者是中央红军看来 这是头等之大事啊 接着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 就翻越了海拔四千多米 将近五千米的将近五千米啊 加金山 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就开始了 爬加金山 那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语的第一座大雪山 六月十八号 爬过了加金山的中央红军 进入到了茂攻县城 在那 他们见到了四方面军的人 他们见到了亲人般的四方面军的人 谁呢 领头的人是谁呢 四方面军先头部队 第三十军的政委 曾经立下一个宏愿 要为旧社会打一副棺材的 木镜出身的李先念 李先念 帅领三十军一部分部队 作为先头部队 是奉张国焯之命前来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 那么 这就标志着一四方面军的会师 这不仅是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 而且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 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增强了胡军的这个力量 两大方言军会师之后 这个总兵力达到了十万之中 那么为了接下来的这个行动 为了打开中国革命的新的局面 创造了人力资源啊 物资啊 物资啊等等各方面的领导力啊 各方面的有力的条件 那么一四方面军会师了 会师以后 力量得以壮大了的中国工农红军 他们下一步的这个战略方向 应该是什么 下一步的这个行动方向应该指向哪 你是就地就在这儿开拓苏区呢 还是继续的北上呢 还是有其他别的战略方向可自选择 这个决策 当时啊 因为是关系到了中共中央啊 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命运 他是头等重要的大士啊 在当时看来 那么一四方面军会师了 亲人相见 亲人相见 欢呼 拥抱过后 随即 就恰恰是在这个根本的大的问题上 就发生了严重的 一度不可调和的这样的重大的这个分歧 直至最后导致了党军的分裂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是冒功会师 之前啊 中国中央那个时候和四方面军已然建立起了 已然恢复了这各种联系 那么时候中共中央已经收到了四方面军领导人来的电报 那个时候对于中共中央对于中央红军啊 四方面军还没有什么概念 也可能想当然的就觉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红军应该是一支强大的 这个武装力量 并且人家是这个中共中央啊 是不是啊 这个跟随着直接指挥的这个红军队伍 所以本能的 是不是啊 对于中共中央那种敬畏 似乎是一种本能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包括张国焯在内 大家估计也是想中央盼中央 那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开始就不断的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就请示什么呢 请示说我们马上就要会诗了 那么会诗以后我们怎么办 也就是说 不断的敦请中共中央 请中央速决今后两军行动的大计 中央早定下来 我们做一个方面军 我们怎么配合 是不是啊 怎么准备 那么呢 应四方面军之请 那么 毛主席 赵恩来 朱德 张文天这些人 在35年的6月16号 就曾经有一个电报给 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焯 陈长浩和许向前 明确的指出说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 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 川陕甘 建立三省的苏维埃政权 并于适当时期 以一步组织远征军 占领新疆 当时中央的答复 就是这样的一个答复 有一个近期目标 有一个长期目标 近期的目标就是要有自己放屁股的地方 就是要自己的根据地 这个根据地的目标选择 当时描上了川陕甘 但是呢 长期还有目标就是要打通跟远方的关系 所谓的跟苏联的关系 建立起和苏联之间的这个联络 所以当时还提出了未来 适当的时候要组织远征军 去占领夺取和占领新疆 如果甘肃要是建立起根据地了 那么把新疆再占领的话 这跟苏联这不就是 这这这这无障碍沟通 这中国革命 这个战略大互方 那不就有保证了 当时是有这样的 一个考量 一个畅想 但仅仅就是这样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粗的 比较 比较粗 也比较初步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就遭到了 张国焘 陈长浩 等人的 这个反对 他们明确的 复电中共中央 说他们不同意这个战略 他们提出的是什么呢 他们提出的是 伊斯坂军会师之后 要向北边打 打到阿霸 北攻阿霸 然后直接就组织远征军 占领青海新疆 这是他们的 一个计划 第二个计划说干脆 不行的话就 暂时就向南进攻 那这就有点像后来 两军分裂之后 张国焘提出的 去上成都平原去吃大米 他们提出的 似乎是和中共中央 给他们去的电报 那个未来的计划 在张国焘 他们看来应该是 马上要执行的 什么呢 就是组织远征军 占领青海和新疆 我说 我在诗帅诗说里面 徐向前那一大章节里面 曾经关于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西征的问题 那个 当时是做过一番考察的 我当时认为这个 这个西路军 这个计划 早就在张国焘 陈章浩 学长前等 四方明军 那个党政 党政军的这个 班子里面酝酿了 他们在 一四方明军会诗前 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 一四方明军会诗之后 几次 这个这个全会上 这个中央会议上 那么张国焘 都十分明确的提出了 这个向西发展的 这样的设想 就是一二三条一界 或者一二三个方向选择的时候 都有 那向西发展的这样的计划 我们呢 这个 后面 还要讲这个问题 暂且就不表 但是 这个时候的张国焘 陈章浩 就提出的这两个方向 一是向西面走 直接大通苏联去 那 清海 新疆 其实就是 这就等于什么呢 就是 就 急于获得苏联方面的支持 急于靠近苏联 第二个呢 就是 次选的方案 就是向南去发展 就是说 向四川的府地 去发展 这事实上就是后来 张国焘 这个 跟中央和一方明军 这个 分裂了之后 四川面军的这个行动方向 那么 这就有了分歧 那这就有分歧 那么到达茂宫 当天 见到了李先念之后 主席 张文天 张文来 朱德他们 那么 就这个 正在研讨中的战略进攻方向的问题 又一次的给张国焘 执扎号他们 发电报 在这份电文里面 提出了目前形势 须极大力 首先突破屏幕 以为向北转移枢纽 就是还是 这是当时 毛主席为首 事实上 毛主席为首的 这个当时的 中共中央和这个 这个军事决策层 大家 一个坚定 不移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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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战略 就是要向北发展 向北发展 那么呢 电报里面 陈述了 再次陈述了中央的意图之后 对张国焘说 忘记下决心为要 就是不要再犹豫了 不要考虑你的西进 或者是南下 那么张国焘 于6月20号 又致电中共中央 又提出向西发展 这样的一个计划 事实上和他第一封电报里说的 青海 新疆差不多 然后呢 还提出了理由 什么呢 就是目前极养困难 除此 似无良策 似乎就是没有什么 可讨论的 现在 这粮蛋都不足 挤养出现很大困难 我们不这么走 不向西发展 就没有什么第二条道可走 那么中央又赴电张国焘 说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 如从湖中南或田 田宋鸟防线突破任何一点 军脚西移作战为有力 请你再过细考虑 什么意思呢 就说从现在这个形势 整个从战略的形势 去去去去去去考虑的话 还是应该向北发展 向北发展 比向西 为有力 那么呢 说请张国焘 请你再过细的考虑 有来有往 几次电报往来 双方各执己见 那么大家就感觉到 说这么大 这么重大的事 看来 这光靠电报往来 是很难大成一致 干脆 中国中央当时给张 然后张国焘又发了个电报 告诉他什么 请张国焘 立即赶来冒工 以便商绝一切 你还是到这来吧 我们见个面 然后这个 到冒工来 我们正式的会师 会个师 领导班 去的会个师 然后大家再商量 再做决策 就这么着 1935年的6月25号 这个 在冒工城 北面有个地方 叫两河口 那就是红旗招战 着实是热闹了一番 毛主席 赵文来 张文天 这些中共中央 这些大员们 这个集体出动 给予了张国焘 最高的礼遇 在两河口那 欢迎 从冒陷赶来的 这个 兵强马壮 腰杆子很粗的 这个张国焘 张国焘来了 是不是 这 伊斯坊军会师了 就 以张国焘到来 为这个 这个契机 就搞了一场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 这样的大会 在大会上 红军总司令 朱德 置了欢迎词 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两军会师的意义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说明了北上的 这个战略方程 见面 那就 表达了 中共中央的这个战略诉求 张国焘 张国焘我的回忆里面 关于 1935年6月25号 会师当天 这个情况 做了他的会议 他尤其 回忆了 当天晚上 他跟 朱德的 简竹夜话 我们曾经说 我们曾经说 朱德呢 这个 在尊业会议上 曾经说过那样一句话 就说你们再 这么领导下去的话 再这么领导的话 那我们就不跟着走去了 我们可能就不跟着走了 我说的那段时候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我说红军长征的路上 老总 有两次 这个 我认为啊 我认为是有一些 有轻的 这样的这个 这个表现 一次呢 你红军总司令啊 中阁军委的主席啊 既然在尊业会上 说出这样的话 再不改换领导的话 再继续这么领导下去 我们就不跟着走了 还有一次 什么呢 我说 当时我曾经留过话 我说就是 一四发明军 冒功会师之后 初见张国焘 当天晚上 朱德跟张国焘 彻夜长谈 说了一番 我觉得 是和中共中央的 一图 背道而持的 真是不当讲的话 而恰恰是这一 简竹夜谭 这一次的简竹夜话 让张国焘 在见面之后的第一时间 就特地的了解了中共中央内部的这个斗争 情况 还有和一方面军的真正的实力 正是因为有了朱德和张国焘的这次夜话 应该说 张国焘 天随着第二天 太阳的升起 这张国焘 豪情万丈了 张国焘的野心 应该说 就从那天晚上 听完了朱德的介绍之后 瞬间就开始膨胀 如果说 这个张国焘 和这个中共中央 争权要权 最后关于战略方针 重大的分歧 只是不可调和 导致草地分手 我们说 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 要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个人倾向就是从 6月25号 见面后的当天晚上 张国焘和朱德的 这场夜话 就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的 我们下次继续聊 谢谢大家